好 那個開機卡都有逼了 逼逼 那所以我們這個速度分布就算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能量均分原理 那這個能量均分原理 我們之前其實有稍微提到嗎 對不對 五方向的能量是2分之1KT 那我們在微觀上還是怎麼去處理這個 能量均分原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這個在動力學理論起動力論的時候 有寫到我們一種bar 2分之1KT 那這個一種bar 是比度能量 f 呢 是運動的什麼 自由度 所以呢 你有幾個自由度 你就會有多少個2分之1KT的能量 那所以對於單日期來說呢 我的自由度就是三個 就三個自由度 2分之3KT ok 好 那最主要這些 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分子的什麼 現金運動 他們平衡運動 2分之3KT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前面 我們推導出這麼多東西的話 理論上你應該也可以有 量的統計熱物理的方式去補到 F2F3KT 這樣的一個公式才對啦 所以我們這一節呢 就是要想說 怎麼樣由哪 我記得當時得到相同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首先來假設 我們說我們的能量 假設呢 這個Z 是所謂獨有迷人 自由度 Y呢 是自由度的一個函數 那假設我們今天討論的分子運動速度 是沿著X方向 好 那 雖分子的速度 這個 沿著這個方向 沿著X方向的話 所以我們一個Z 一個自由度 就等於這個V 所以我們V V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討論的自由度方向 是V X方向的自由度 我們把問題給線縮一下 不要一下算三個 三個 這個三個方向 好 所以剛剛我們就是 銀科導出的 所謂的這個 速度分布欄數了嗎 因此 我的N of V X 就可以選這一堆 然後只是把V 改成V 然後比V 這個我已經算過了 那 所以其實上面這堆東西呢 你仔細看 那 這裡都是常數 這裡都是常數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一堆東西 就用A 來做個代表 那這裡從V X呢 我們就用這個Z 來做個代表 那上面這堆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1分之1 M BX 用什麼 一種Z 來做個代表 所以整個函數就沒有化解成 像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好 那這裡有什麼問題 我們只是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代表 好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如果要算平均能量 跟速度有關的這個函數 然後呢 用這個函數來計算平均能量的話 是不是我們應該寫 YpxZ乘上NZ V 然後除了上整個NZ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平均的概念 就是平均的概念 好 那這個NZ呢 就是用這個什麼 機率密度函數 機率密度函數 那 好了,在這裡頭不要忘記喔 這個是數學上這麼寫 那事實上真正我們這個YZ的批評值 它還對應到什麼? 系統的總類能除以N 系統的總類能除以N 也就是我們也跟我們平常是不一樣的 所以數學上如果我已經知道總類能 也知道總的粒子數 也平常是這樣子 如果你不知道 你知道粒子的總數 然後已經它能量分布 你也可以用粒子去做一個積分 在這裡頭我們知道 我們那樣的這個函數 我們假設它是一個 跟Z有關的2次4 比如說1分之1mx0發 2分之1mx0發 2分之1kx0發 所以它都是2次4嘛 對不對 它基本都是2次4 所以我們說這個東西假設是一個 跟Z有關的2次4 2次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一種3可以寫成 AZ平方 A是某個常數 那你可以想像 這是2分之1mvx0發 對不對? 如果是坦白 就2分之1kx0發 那x或是v就是點自由度 好 那因此呢 假設這個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前面這個式子呢 就會變成什麼? A抵出去 AZ平方 1mx0這一堆 跟1mx0這個東西 那這個我們上次有算過了嗎? 對不對? 還記得嗎? 這個 A抵出去 這個大概是 這個 這個大概是 等到 拍分之 A A 3kd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是把 這整個東西 對 A3kd做為分 對不對? 上次算過 就重複算 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整理一下 A3kd 就變成A2α 那α是A3kd 因此呢 這個Ipsom Z 就把 A3kd 放進去 A在下面 kd 所以移到上面去 就變成 Ipsom Z就變成2分之1kd 因此我們從 回觀的角度 我們也算出了 我們那樣竟然是2分之1kd 而且 不要忘記這個Z是什麼 VS 那VY也是一個2分之1kd V也是一個2分之1kd 那你再仔細想想看 我們剛剛推考的過程中 用的是 AZ平方 AZ平方 我們剛剛講說2分之1kd 可以 2分之1kd也可以 所以你動能也可以用 胃能也可以用 對不對? 還有呢 2分之1m Om平方也可以用嗎? 對不對? 你知道巧妙數在哪裡嗎? 我們再往前走一點 過頭了 我們說我們的能量跟自由度的形式 是寫成AZ平方 所以我們有拿幾種 這種能量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 跟能量自由度有關的 我們能量可以是2分之1kd是0 對不對? 我們能量也可以是2分之1mV0 這個是什麼? 震動啊 對不對? 移動啊 震動啊 這是移動啊 這是轉動啊 這是轉動啊 對吧? 三種地學運動都還在裡面 而且它都是一個二次式 都是一個二次式 那我們的自由度函數 這裡頭 這裡頭 這個Z就是x 這個Z 這個Z 就等於V 然後叫做Vx 好了 Vx 這個Z 就是什麼? Om 對不對? 所以只要是二次式 我們就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推導的時候 這裡完全就只是說它是二次式式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通用的式 它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只要你能量形式是二次式的 你全部可以用這個能量均分原理來用 那每一個單位的能量均分是多少 就是2分之1的kd 就針對於細體分子的部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所以每一個能量 好像是二次式的函數 就可以分到二分之1kd 好 那 接下來呢 除了這個還可以彈什麼呢? 彈氣體比較穩的 沒有 你發現喔 現在是這個章節 就是慢慢的把前列講過的所有東西 全部用微觀來講過 再對照一遍 那氣體的混合 其實我們之前有學過嘛 對不對?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nr x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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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本來是280度、TP、TP是一樣的 弄破之後兩個就混在一起了 這個體積呢 本來的體積是分成兩個相同的部分 我先不管他誰多誰多 就用一半一半去分 那在左邊我總共擁有的末環數可以寫X1N N是全部的末環數 就是N1加NP X就是那個比例 那右邊是可以N2給了X2N 也是右邊所佔全部的比例是LOSA 那兩桶器在同樣的部分同在壓力下 去做混合的動作 那假設我們把中間這個隔膜離開了 那氣體就會一直擴散 那當氣體達到平衡之後 也就是說這件氣體會佔據這邊的所有體積 同樣的這邊也會佔據到這邊去 好 所以呢 我們在過去 我們在做混合過程中 我們的三個變化就是負的NR X1到X1加X2到X2 這是我們之前學過的 那X1和X2是這個千摩爾分率 千摩爾分率 好 到這裡為止有沒有問題 這是過去學過的 沒有問題齁 好 那我們有統計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怎麼有統計觀點來看這件事情呢 首先我們假設我們N 就是所謂的這個 末爾數可以寫NK除以R 那X1跟X2呢 則分別可以寫N 就是全部的數目 N1或者N2除以N 或者是大N的 大N1大N2除以N 那X1和X2分別是第一個氣體的千摩爾分率 跟第二個氣體的千摩爾分率 那我們在這個混合過程中 我們整個系統的主態 到底多了多少個主態 總共增加的S2O來 這個短編BNT呢 可以寫成 我們全部有N種主態 混合前 我先取N1種 放在左邊 再取N2種 放在右邊 這是混合前的狀況 了解意思嗎 假設左邊跟右邊是不同的氣 左邊有N1 右邊有N2個 混合後當然是全部都弄在一起 但是混合前呢 混合前它所擁有的主態數 跟混合後擁有主態數差在多少 差在如果不混合的話 我要先從總數N的中 拿出N1個放在左邊 再拿出N2個放到右邊 對不對 所以我總共有了多出來的 S2O來一個短編BNT 是N階層這個東西 那我們N1都會選擇X N階層 加上X2的N階層 好到這裡有什麼問題 所以注意這是Data Omega 不是Omega 好 所以呢 這個整個混合的過程 Data S 我的三個變化 其實就是我的什麼 K-Long Data Omega 就是我的整個狀態數的變化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東西呢 剛剛算出來是什麼 N階 先處理X1N階 然後處理X2N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取Long之後 再變成相減 所以K-Long N階-Long K-Long X1N階-Long X2N階 這樣沒問題 沒有問題 那我們用Studdy計劑把它展開 把K先除過去 所以變成N0N-N 減到X1N階段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你仔細看 這個X1N加上X2N會變成什麼 變成N嘛,因為S1加S1嘛,所以這就變成N 這裡有個-N,然後這裡有個字的東西,所以它就消掉了 然後呢,我們再繼續整理 這一堆繼續消 反正最後消完就剩下什麼? 你要講S1,NKS1,ROMS1,S2,ROMS2 那這個結果是不是跟古典的結果完全一模一樣 對 但是我們來出發一個從什麼? 從它的狀態數的變化得到 對 這樣了解意思嗎? 了解 可以齁 對,這個其實還蠻簡單的 所以你看從統計的觀點,我們真的就可以處理非常多的時候 那個古典的問題 古典的問題 好,這樣才有問題 沒有 沒有齁 OK 好,所以這是氣體的這個混合態 混合態 那我們也可以問 那怎麼樣子的比例 我們要怎麼樣的比例 我會開始我的混合商會達到極大的值啊 所以我們不要用S1,S2 我們用X跟1-X 我們去求求看怎麼樣的混合會讓我商變化最大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X1全部用1-X2 這用X1-X去做取代 所以我們定義Sigma長的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東西 微分 那我們要微分啦 對 跟2-0就可以取其值 所以微分之後 2-0 這個微分 X1的話 X1是多少 這怎麼才變成1嗎 那怎麼樣讓這個值變成1 2分之1 2分之1啊 對不對 所以告訴我們2分之1 也是說我左邊跟右邊 剛好一半一半的時候 我的商的改變是最大的 對 商的改變是最大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啊 好 所以我就說這個同樣的道理 說這個 假設要點名的時候 對不對 點名的時候 班上總覺得哪一半是最難點的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因為你全班 假設有60個人好了 對不對 C60取30這個數字是最大的 對不對 對 是最難點的嘛 那 那個 如果說你們全班都到了 他們可能性就只有1嘛 對不對 如果全班都不到 可能性也只有1 對不對 這兩個可能是最簡單的嘛 到一半的時候 老師要點名就是最困難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有時候要到 有時候不到 對吧 對吧 我忘記點班修課總人數是多少 現在有43個人到 對不對 蛤 看起來有四個 蛤 什麼 看起來有四個 43個 真的43個嗎 好像有 應該吧 應該吧 應該有 對不對 對 我看一下 蛤 只有卡牌是不是 只有43張卡 只有43張卡 其實像一個人都沒有對不對 好 攝影機能拍得到 然後我再配一些罐頭笑聲掌聲 對不對 然後這樣就完成一堂課 對不對 坐臉終點費 坐臉終點費 蛤 坐臉終點費 好爽 然後發現每年都一樣 以前有一個電影叫做什麼 Speed Speed叫什麼 一個公車它必須要跑時速 是60公里 有沒有 那個是實地分析盒 是不是也可以騙子 你們年代有沒有看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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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個公車啊 它如果速度低於 被裝炸彈 它速度不可以低於60公里 因為60公里就會爆炸 有沒有 那個叫 好老套的劇情 那個叫所忘記的 劇情好老套 那個叫車站 對 然後呢 結果呢 結果那個什麼 他們怎麼讓歹徒看到那個 影像是假的 他就把那個 剪接嘛 剪接一個影片嘛對不對 只是剪接得不好 在每次要重新循環的地方 就跳了一下 對 就跳了一下嘛對不對 所以 這個 好 這個錄影現在是真的啦 這個錄影是真的啦 好 我要講什麼 我要想要講的是說 這個sum 這個sum Della S 寫成K No Data 對不對 總共有個狀態數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算算看 我們現在班上 出席率的傷是多少 可以嗎對不對 假設 假設我們班上有幾十個人 現在是四十三個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總共可能有 熱衣學系有多少 C50 取43 對不對 對 對吧 或者是說 C50 取7 對不對 就是拿7個人不來 或是拿43個人來 對不對 然後把它 給帶進去 是不是 我們就算是我們出席率的3了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sum 這個就是所謂的什麼 sum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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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選片數嘛 對不對 好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三次都差 這怎麼算 1 1 50 49 48 47 1234 5 46 45 41 這裡嗎 12345 6 7 除以7 6 5 4 3 有人有計算機嗎 有沒有 算一下我們現在出席率的3是多少 5 4 9 48 47 46 4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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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9 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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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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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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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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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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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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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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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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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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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8 8 Casmon的常數 所以我們二十張大概的一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舉個例 當你的商品點啊低的時候 你在商業經營的優勝率就會高 順便講一下 為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 今天有一個字母 我們不是要玩一個遊戲嗎 你看到一張字對不對 有幾個字 四個字對不對 四個字 他第一個字是多少有沒有 這有玩過吧 沒有比喔 這猜字 我們舉例齁 這個 我們用英文就好 英文26字母 每一個格子都票26字母對不對 對 所以呢你今天要討論 好 假設我們今天兩邊 兩個都要 兩個都要 就在玩一個馬 要讀最好的啦 五個就是 排四五色的檔對不對 這個感覺就複雜了 這樣我排是幾個花筍 蛤 五個排 拿到Forehouse Forehouse還是銅花 還是銅花對不對 對 對 對不對 當我開這個牌的時候 我要跟你去對比的時候 我是不是知道你的牌面 假設我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有可能的機率是 這部牌的五次方 對不對 所以我的傷是多少 如果是要配主 可以管他 我的傷是這麼多嗎 對不對 當我開了一張牌 我開你就是S好了 S 你現在是要玩縮好了 那 蛤 開了一張 對啊 那我的這個傷就變成多少 52的四次方 對不對 開張沒有意義啊 組合的都還是 沒有錯 我說我現在知道這個精英的這個問題 不一定追我們剛開始的問題 雖然你都已經全部知道不一定會贏 但是你可以知道 對方的資訊 是對方可以出現的資訊 就是越來越少 對不對 簡單講 你的籌碼越少 你的傷就越來越少 了 了解意思嗎 再開一張呢 就變成什麼 可以囉 52的三次方 對不對 不對啦 這應該是51啦 51 50 對啊 你的機率就 你的傷就越來越少 所以呢 我要跟你去做對賭的時候 我一定要讓我傷最大 讓你最多 摸不著我 對不對 而且呢 你的狀態越被有確定 你的傷越小 表示怎麼樣 你能夠變動的 機率就越少 對不對 所以 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在商業上 在商業上 這些東西 就是什麼 談判的籌碼 你擁有的籌碼越多 就是你的傷越高 對不對 你的籌碼越少 你就基本上 沒有什麼可以跟人家談的 了解意思嗎 還要幫我姐弟嘛 也是嘛 對不對 這個 之前那個什麼 有個電影 黑客 那個 英格馬 那個 你知道嗎 那個電影叫做 我已經動了 我已經動了 蛤 我已經動了 不是不是 就是有一個 數學家 解那個 解那個 德國的那個 你 模仿遊戲 模仿遊戲 對對對 模仿遊戲 模仿遊戲 他是不是就在解這個東西 對吧 他其實就在解這個東西啊 對不對 他傳來這個訊息 這個話題 他就必須解嘛 他只是要找出這個規律嘛 那 你的傷越高 他就越添不出來 越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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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這只是一個概念 好 這只是一個概念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去混合一個物體 混合兩種物體 讓傷最大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就是 讓它每一個部分都一樣多的 所以去混起來的時候啊 那傷最大的方法 那傷最大的方法是你最難去判斷 最難去判斷 一比一 好 所以 所以啊 我們混合這個 混合這個東西的這個概念啊 跟去投印比的概念 其實很像的 連 混合東西 他希望傷最大數百一半 就好像我們同一同百 一陣一反 一陣一反 對不對 一陣跟一反 兩個記憶都是一半一半的 OK 好 那 如果說氣勢一樣的話 這個又有問題存在喔 那時候還記得我們之前在講 假設你們每個都是雙胞胎 對不對 多胞胎 那你可以想到說 多胞胎跟你們現在這個狀況 我們的傷